11月3日晚上,2013年第四届泰国机器人足球锦标赛决赛在曼谷落幕,吞雾里先皇技术学院哈努曼队夺冠 经过9天的激烈角逐,吞雾里先皇技术学院和曼颂德赵帕耶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成功晋级,双双打入2013年第四届泰国机器人足球锦标赛决赛 当晚,该决赛在曼谷华光商场举行,两只敬旅奋力拼杀给广大球迷和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冠军争夺赛 两强相争终有胜负,先皇技术学院最终技高一筹,以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攻防策略完胜曼颂德赵帕耶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夺得本届锦标赛冠军并获奖金20万珠 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在最初的年轻质,我们的目标是4年 如果我们的目标,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设计,我们的目标 在这边 我们的温暖 Darwin 有点运动 它可以快速走 走到Born 然后 走到Born 走到Born 但是有点运动 它还没有 有点运动 不可能知道 Goe和Goe 有点运动 今天有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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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终我们能够做 因为我们的组织 因为我们的组织 都能够做 有点运动 所以我们能够做 据悉 先皇技术学院哈努曼队 将于2014年7月 代表泰国国家队前往巴西 征战2014年机器人世界杯比赛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立民 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